另外再来看到说什么呢 说菲律宾之外 你看跟缅甸这些 都是中国大陆的邻居 中国大陆希望跟邻居能够友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最近菲律宾的防长抵达到河内 去会晤了越南防长 结果越南防长有说 明确支持菲律宾立场 在南海仲裁岸上的立场 然后飞越防长也说 要加强两国海上能力的复原力等等的 越南它在走这种偏风 它想多方要将 因为越南清楚知道 现在的美国跟日本 需要它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那它的角色扮演就有了 可是它怎么样让美国相信 它会在遏制中国发展中 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它就在南海这个岛屿的 主权这个部分里面 就要跟中国大陆进行 一个限度的挑衅 所以它时而缓和 时而挑衅 时而拉菲律宾 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美国 跟日本觉得越南是可以利用的 所以拜登就去访问了 然后就双方就提升到 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那越南这个时候就开就伸手了 那你要给我什么 美国就说那我帮你发展 办脑体 然后又要去做投资 英特尔说都要去投资等等的 然后二方面 然后它又跟日本也就建立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两国的外交部长也见面了 然后在昨天就宣布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二手那就跟日本也要东西了 日本也就要帮越南建立海军 帮它建立海军 然后呢给越南东西 越南就捞了 那因此越南在这个时候的回报 就是跟菲律宾这个绑在一起了 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它一方面又跟中国释放出讯息 说你看我可以跟美国 日本菲律宾来对抗你 但是我又没有真的要对抗你 然后你跟我可以多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之前他派泛民政 然后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呢又派他的副总理 也到大陆去 然后又派他们的总书记 也到大陆去 然后就是希望建立起 要中国大陆供应 满足越南所需要的电 又要中国大陆帮他修建铁路 700多公里长等等 那也就是你给我这些 那我就可以缓和 我跟美国日本的关系 保持一个距离 可是你不给我 我就跟他们就加强距离了 他就玩这种多角的 两手的一个角色 那基本上来讲 中国大陆很熟悉 越南会玩这一招 那中国大陆也派商务部部长 这个到了越南去了 那彼此之间谈 有关于双方的贸易的合作关系 中国大陆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很多的工厂都可以 亲到你这边来 但是我只要掌控 关键的领料件 掌控在中国大陆手中 那这样的话你即使能够 假设你能够组装一个手机 可是你没有我的CPU 你这个手机就没有用 对啦 所以或者是我可以帮你建高铁 但是你的传动轴 或者是你的某一些关键的 那就是我掌控在中国人手中 那我觉得对于越南来说的话 中国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制它 那基本上来说你的廉价的劳动力 廉价的土地 这个是符合中国把这些高耗能 高劳动力的这些产品 往这个地方移动 但是中国只要维持高效能的 高附加价值的 高经济价值的 高资本秘籍 劳力秘籍的这些产品 在中国手中 那中国就可以牢牢的控制这个越南 其实日本当初控制台湾 不过就是用这一招而已 对啊所以越南也好好想清楚 你要玩两手中国大陆 中国人没有那么笨的 也会有方法治你 好到年底了 中国大陆军事越来越多好消息传出来 之前我们就不断提醒说呢 歼35即将要来了 现在还有什么呢 歼37也准备好了吗 那真的是重磅消息呢 因为呢我们之前都知道说 很期待呢福建舰进行海事 然后呢 075也被看到第四艘 那上面要放什么呢舰载机呢 如果歼37的话 那真的就是让什么 让075变成准航母啦 那尤其呢 歼37要介绍一下 它垂直起降的隐身战斗机 这是中国大陆智慧参产局 公布的一款来自 陈飞集团的设计专利 一名呢一款叫做 双发串联垂直起降的飞机 其实在9月的时候呢 就有公布它相关的一个造型 在舰船之士说 它垂直起降的概念图 尺寸跟机翼的形状 都跟F35B类似 但是除此之外很多不一样啦 因为它更强 它主要进气口呢 在机身的下额 机背上还有一个呢 裂塞式的进气口 那重点是它怎么起降呢 它前身的举例力量 藏在体积内的 这个体积内的升力来发动 意思它其实有三个 三个不同的方向 能够把它推上去 它拥有两台航发 三个向量喷管 同时可以吸收共用型或组合型 两种动力的方式的优点 意思就是我比美国后发先制 后发优势啦 对因为这是美国 也高度关注的一个战区 因为它公布出来以后 大家都在研究它的物理学 气动学它的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然后他们没想到说中国大陆采用的是 三个气动鞋跟热身的原理 把飞机从地上这样推上来 然后能够一转向以后就开始往前冲 这样的一个情绪 当然这已经申请专利了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在实验室中 其实也都已经做过了 那接着那当然就是要开始做整机 就圆形机的试飞 那圆形机如果试飞一成功的话 这个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原本我们的航母都需要 不管是电磁弹射或者是滑越式 它需要一个一定的跑道 但是如果说这种飞机 就尖三七可以的话 除了075以外 其实它也可以放在航母上 当然 它是多种搭配的一个方式 所以美国有时候它的F-35 你会看到它会放在航母 有的时候它会放在两栖攻击舰 两栖登陆舰 然后甚至也在地面上都可以 然后甚至在野外中的时候 例如说因为它本身的起降不太一样 所以你会可以看到说 它有时候在作战的时候 那它本身在补给隐秘这个部分 它就不一定要是经过这个跑道的 它可以进入比较隐藏的地方 来获得补给 那它的多功能性就比较强了 那如果说中国大陆成功的发展出 F-37的话 它不只是舰载系 它不只是使用在船舰上 其实它空军还是可以用 它地面的陆军的这种短跑道 或是说只要像直升机一样的起降场 它都能够使用 那不得了 那你想想看这款战机 它的对用途性就会更强了 所以赖老师讲到一个很大关键 就是F-35B它是垂直起降的 它可以放在很多的载体上都可以使用 如果中国大陆的殲-37研发成功的话 那它就是有多用途的 所以包括什么呢 它可以放在这个075到山东建 到赖老师说的 也许电子弹水也可以用到 它就有很多功能 那另外再来看到说了 这个除了殲-35之外 殲-37之外 殲-35也即将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福建舰又是重磅消息了 来看到前弹射器发射 随后落入到福建舰前方的内港当中 这就是说到这个 也就是它进行了电磁弹射的测试 出现了近载重测试的几辆小红车 出现了 然后其实很多的国外媒体 也不断的捕捉到 它其实真的有动了 代表说它真的即将海市了 是这样子了 因为这次小红车成为热搜 因为大家都会 小红车小红车 什么是小红车 因为美国当时福特浩 它在做电子弹射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小红车 因为比它醒目 用这个比它醒目 比它能够看到它的 这个弹射之后的一个姿态 这个小红车本身有30吨重 也有40吨重 它就是仿造飞机的重量 可是它是静止的 因为静止的比它困难 船如果在走的时候就有空气了 那通常战机要起飞的时候要逆风 所以它一般航母 它会跟着这个风向 在航行的时候就是逆风 然后就会有助身力 然后再加上 当这些舰载机的航母 在要弹射之前 它启动了 所以它还有推力 它有这种空气的身力 然后它还有自己的推力 再加上这个电子弹射 把它推出去的时候 它基本上来讲是比较容易了 可是问题就在 当你是静止都不动 然后没有气声 就是没有气声力 然后自己本身也没有去推动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是完全要测试 这个弹射航母的 对能够推到多大的力量 所以它是静载的一个就静止载荷的一个测试 那仿造战机三十顿四十顿的目的 我想观众朋友就可以 已经可以了解了 接着就看它推出去的时候 它的这个成功还是不成功 它的飞行姿态 然后下来这样子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个计算 过去福特号在做这个小红车 的一个进载测试的时候 失败好几次 到最后才成功 而中国是一次就成功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优于美国的原因 一次就成功了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这个当然让美国之音 当然让美国很惊讶 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一次到位 我们美国要经过那么多的测试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福建舰 他们说 你有移动哦 这个有点误会了 因为小红车要测试 你要避免它掉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 例如说掉到岸边这个码头上 那你要让它落入大海 所以它是五辆车帮它调整 也有五辆推车了 帮它推 然后让它这个角度 移转到一个 这个全面都是净空的一个角度 那这样的话 它在测试的时候就确保安全无虑了 所以它的目的是要把它推到这里来 然后进行测试 这个测试的成功 刚好有观众朋友 它实在是一个运气非常好 好棒 捕捉到瞬间 然后它在飞机飞握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我们都有看过 我也有 我每次只要经过什么上海 都会看一下 结果没想到它刚好在拍照 录影还录到 录影就给它录到了 真是太幸运了 然后给它录到 这个一录到以后 这不得了 那这个在美国也炸开了 因为美国之音整个完整解漏 因为美国他们的间谍卫星 是不停地在这个地方偷看 偷看中国的这个建造的速度 还有这个电子弹射箱拆掉的情况 然后什么时候做测试 结果这次一览无遗 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然后也引起中国网民的大振奋 这代表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测试成功 就代表它离海事不远了 因为而且呢 一旦开始进行海事的时候 舰载机从这个地方推出去 也不远了 这是大家在期待的那一刻 对啊 为什么大家很高度期待 当然刚刚賴老师讲的 这个是电磁弹射 一次就成功 这中压直流就跟你交流不一样 我们是后发优势 后发先制的 另外再来看到是什么呢 它上面舰载机也很不得了 歼三鼠 这出来之后真的也是会呢 跟美国有很大的压力 还有空警600也是预警机 他们也会接着来试飞了 然后现在福建建 如果要海事的话会进行 当然电磁弹射器的试验之外呢 那要对比当然是福特号 福特号当初也就是遭遇 好多次的一个挫折嘛 所以中国大陆一次成功 才会引发讨论 然后呢 它的舰载上面的位置 也看到了18嘛 然后还有歼35嘛 还有空警600也出来了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他们上面的舰载机 都可以对标你美国 赖小星怎么看 因为呢 歼35对标F35C嘛 然后空警600对标你E2D 美国的部分 然后弹射型的歼35T呢 对标美国的F-18EF的战斗机 舰载机 然后呢 D的部分 歼35D 电站的部分 对标美国EA-18G的电子战飞机 他是这样子 因为当这个徽章一公布的时候 大家都关注嘛 因为您再看看前两个 16号跟这个17号的 他本身的徽章 他基本上来讲就是 歼35的这样的一个 双锤子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次大家看到 就是有鸭舌 然后有一个隐身型 所以他对标的 那当然就是歼35 因为有这个徽章出来 就代表这个舰载机 就是用在这款 板上钉钉了 对 而且也已经出来了 而且事实上已经试飞了 那目前来讲就是什么时候 在这个福建号 做试飞成功 可是歼35是折叠翼的 因为它的翅膀 可以整个翻上来 就翻成这样 所以我想各位观众朋友 有时候看到有一个 胖胖的 然后这样翻上来的 那样的一个影子 其实就是 那为什么要这样翻呢 是代表它可以更多的容纳 因为它的空间变 变小了 然后它要飞的时候再放下来 而单单放下来跟上来这个动作 其实就很难了 因为它涉及到你的这个兼顾的力量 这是一部分 另外大家一直在讲的 那就是固定翼了 那也就是空井600 空井600 空井600它本身 您看上面有一个圆盘形的雷达 下面有很多的感测器 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比较多 因为它又会有一些人 在上面去工作 指挥 那各位想 它的载动量更重 你要把它推上去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为什么要测试 30吨的 40吨的 一般来讲 这种舰载机不会超过50吨 所以通常都是在40吨内的这个 各位观众朋友40吨 你要用弹射机把它推出去 这个力量要有多大 所以当它推送成功了以后 就等于是告诉大家 接着海事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尖35跟空井600 把它推出去 一旦空井600顺利的推上去以后 这是中国空中预警机第一架 第一次从航母出发 以往都是从陆地上的基地 陆地上的基地 你就被限制住了 可是当它能够从航母推送了以后 它本身在提供空中的情报 指挥链跟数据链 给它的在整个战区的 这些飞行员 以及跟舰桥的指挥塔台的连结 那它就更加的强大了 所以它可以透过这个数据链的链接 然后给人造卫星的 给定位的 给整个雷达系统的 提供给所有的战机 整个大面积的战区的一个情况 而且还可以指挥它们来作战 那这样的话 航母的远洋的作战能力 就完全形成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以前是华越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它限制了它的那个 舰载机的能力 但是现在我们都说 它是一个电磁弹射的话 它就是可以弹什么呢 战斗机 预警机到甚至呢 我们大家高度期待的无人机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再轻的或再重的 它都可以把它弹上去 所以賴老师讲到一个很大关键了 就是空警600出现的话 它在战斗上会有很大很大的战略一 因为它可以看到对方的敌机 然后殲-35它也可以对标你美国 所以它也是负责踹门的 另外殲-35也被说 有后发先制的一个优势 三大优势 第一个殲-15的总是 它说殲-35最快年底就跟大家见面 现在快年底了 真的快见面了 然后它有三大优势 第一个它是双发涡扇19的发动机 最大速度2.5马赫 比美国还要来高 另外首款弹化加的雷达 隐身的能力超越了F-22 弹化加连F-35都没用到 更别说它很齐全的武器 它可以搭配的是霹雳石跟霹雳石 霹雳石就比美国的AIM-120还要强 还要更长 长箭矢跟长箭20等等 也就是说有空对空空对地的一个作战能力 其实空对空跟空对地的作战能力 对于战斗机来讲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这种超高音速的空对空的导弹 例如说6马赫以上的导弹是很重要 为什么 例如说我们要打这个B-21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超过6马赫 你如果用超过6马赫的导弹的话 你基本上一定可以把B-21打下来 最近就是有研究南华早报说 中国大陆就是用6马赫去打B-21 B-21是美国家很先进的 是的 而且你的标二标三 或是你的标四标五 基本上来讲 你没有办法防御 为什么 因为你飞的比这个导弹还要慢 而且它是空射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中国在导弹这个部分 确实是领先于美国了 这个最主要是 中国大陆在最早的时候 走不对称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所以以自己的强项为优先发展 所以在导弹这个部分 大陆的发展是比较领先的 那现在是其他的就在后发优势 就是赶上 所以目前战机已经赶上了 接着就是数量的问题了 因为以目前来说 美国的战机还具有领先 主要就是它生产线够大 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线还不够大 所以大陆本身必须要再扩充海外的市场 例如说海湾国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然后例如说像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是属于例如说歼10歼11 骁龙战机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这个歼35或是歼31 那就是中东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中国大陆一方面要扩大海外的市场 然后二方面扩大生产线 因为你海外市场够大的时候 你生产线才敢投资 当你生产线敢投资的时候 你的空军的换装跟团队才能够足够的大 那当你的换装团队足够的大 你在我们在海军已经在目前的 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的数量超过美国 现在落后的只有输的就是只有航母 可是航母可以慢慢补上 那未来在战机方面 也赶上超过美国的时候 那海空军都超过美国 陆军中国本来就具有优势 那请问一下美国还有什么跟你谜 所以呢这是更加凸显出说 在第一岛链 美国现在是根本就守不住 那在台湾呢 我们真的也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怎么跟中国大陆相处嘛 那另外再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造舰能力也是很厉害啊 比如说呢我们最近也发现 这个075呢现在已经说 第四号舰已经接近下水了 赖老师 我觉得075是一个大家在等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作战的能力会更强 而且会使我们在未来的两棲作战 或者是登陆作战这个部分里面 它具有更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它也要搭配舰载机了 最主要是你要让它形成作战力 您刚刚讲的 尖37就是很重要了 对 尖37就被说 就很像美国的F35B可以垂直起降 所以我们讲的说中国大陆 这个尖35到尖37到075到福建界 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的科研能力呢 是越来越强大了 美国恐怕也好思考怎么相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饼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减空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